Hello 大家好 日本站的Travel for Coffee终于结束了 从视频的发出到现在 网友们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去的咖啡店好喝吗 日本人的英文怎么样 我用的什么拍摄设备 穿的什么衣服 背的什么包 视频中用的BGM是什么 住的那家民宿等等 今天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Travel for Coffee这个系列 从五年前我们创立频道就在做 大家一起见证了我们成长的过程 看到了我们这个频道 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每次Travel for Coffee 对我来说其实更像是工作 相当于是高强度出差工作的那种 每天拍摄视频的素材 可能有一两个小时 走的步数基本上也在两万步左右 所以我知道大家看的都很开心 其实我也很开心 但是真的很累 总之日本站结束了 在日本的这十天里 其实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远比我们镜头里边呈现的多 接下来是一些在视频里边 有一些好奇的朋友问的问题 我在这里统一的跟大家做一个Q&A 我看有很多人在视频里说 日本的英文怎么样 我去的这三个地方来说 我的体感是没有泰国人的英文好 因为东京京都大阪都算是大城市了 如果要到小的餐馆或者是车站里边的这些工作人员 基本上没有办法用英文沟通 只是肢体语言 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东京的秋夜园的地铁站里边 我买了一张24小时的车票 就是可以做一天的那种 但是当时我就只做了一站 在下一站换乘的时候 它就死活进不去了 我就问车站里边的工作人员 他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一直指着售票机的方向说日语 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最后搞了十分钟我也没弄好 我就重新买了一张票走了 随后我问我朋友 他跟我说 我换乘的车的公司和我买的车票 它不是一家地铁公司的 所以说我就不能做 所以说这个票就留在了我的背包里边 整体从体感上来说 我感觉反倒泰国的英文更普遍一些 那些街头的小商小贩 甚至是卖榴莲的小哥 都能流利的把多少钱给你报出来 好在是我去的咖啡店是比较多的 其实大部分的咖啡店酒店餐厅 英文的基本的点单都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年轻人的英文也都还OK 所以如果要是地铁车站问路什么的 我都会去找年轻人来问 那另外有很多人问我 探店每天喝多少杯咖啡 基本要看我去多少家店 就比如一天去三家店 那么至少是三杯 但是有的店我不只会喝一杯 那所以基本上每天喝咖啡的杯数在五杯左右 那只要是在吃饱的前提下 喝五杯其实是我平常日常的一个咖啡的消耗量 还有关于我在泽田阳市以及山口唇液的咖啡店喝了他们的拿铁 都说牛奶打得很烫 但是依然很香醇 这个牛奶温度的问题也有很多的网友很好奇 我自己平时喝拿铁咖啡的牛奶的温度不会特别烫 就是这个烫的程度 你这么正常的喝一口 你能感觉到它是一个温热的感觉 在你的口腔里边 特别是到夏天 我自己做拿铁咖啡 也会适当的把牛奶的温度打得低那么几度 这两家咖啡 它是一个以咖啡拉花出名的咖啡店 他们的牛奶的温度 明显比我自己平时的牛奶温度要高很多 可能会高5到10度这样子 可能跟每个地方用的牛奶不一样也有关系 如果我平时用的牛奶打到这样的温度 我明显能感觉出来喝到的口感是甜感不足这样的感觉 但是他们的咖啡依然还是相对来说很香醇 甜感很高 另外也有人问我用的拍摄设备 这次去拍摄用的是 Sony的ATC 是一个翻转屏的 另外它加了一个收音的麦克风 一个Joby的八爪鱼 我基本上一个人拍摄 所以说我就尽可能的带小体积的 轻量一点的设备 另外镜头我用的是 116-35的F4G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广角的头 所以说这是我目前自己一个人出门拍摄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拍摄的设备 另外还有人问我的衣服的外套是什么 绿色的这款是我穿了至少三年的Lululemon背包也是背了五年的Lululemon 粉色的这款其实是一件滑雪服是Snowbot 鞋子是因为我走路非常多 所以我就穿了Hoka的这种跑步鞋 另外还有一部分小伙伴问我们的背景乐的名字 我们所有的BGM用的都是Apidemic上边的订阅的版权的音乐 一年是144美金 因为它不是大众的流行音乐 基本上都是一些独立的音乐人 他们把做好的音乐放在这个网站上边做订阅这样的形式 所以说我就算说了歌名也没有办法直接听 就必须是要去花钱订阅的 最后还有人问我在京都住的民宿是哪一家 我就把我的Airbnb的截图放在这里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下边是它的地址 其实我自己非常庆幸去年做了木猫猫这个咖啡品牌 才能够让我有一个全新的角色和视角 作为一个咖啡烘焙品牌的创业者来做Travel for Coffee这个系列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作为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走到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咖啡馆的时候 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行业 自然而然的你就很容易的打开画匣子 同时也能给他们了解到咖啡在中国本土发展的一个程度 所以当我聊起我自己创业做咖啡品牌的过程的时候 也算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普及了我们自身的咖啡市场 也让他们有一些认识 那说不定还能把他们发展的客户 那不过说真的 我真的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木猫猫咖啡能够走出来 做成一个国际性质的咖啡品牌 所以说我们品牌号的主页上就有这么一句话 出身上海放眼世界 希望有这么一天 当然更庆幸的是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粉丝朋友买了我们的咖啡 绝大部分的反馈都很好 所以说我们也能在咖啡这个领域里边源源不断的做输出 做一些更优质的内容 同时能把我们的咖啡农产品踏踏实实的做好口碑 也给大家更多好的内容体验以及产品体验 这是一个互相的正反馈的一个过程 最后其实我是不太想做视频结尾的这种应声话的 但是还是想再多说两句 其实我们自己每天的工作忙着忙那 可能我们在意不到自己身边的人的工作的努力和辛苦 但是当我们每次旅行的时候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去看一个新地方的时候 那你就很能深切的感受到人们的努力工作的样子 所以每次旅行回来之后 我真的是干劲十足充满希望 整个咖啡旅行的过程中 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 用自己亲身看到的听到的 来消除自己认知里边的一些固有的偏见 那我们才能够对各种人和事有更宽的容纳度 感谢你们能看到这里 那还是用我们 摸妈猫Coffee的slogan作为结束语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请不吝点赞 访望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